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启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家老二呢 还在城里呢 还在城里呢 还在城里啊 李姐 你们家大葵回来了吗 没提了呀 还好啊 您忙着啊 杨茜 怎么样 Burning 能ilities吗 我还买 大伟已经起了吗 起了 起了 佳琪哥 他们都不来了 说好了九点半集合 现在都四十了 还有二十分之领党就到了 咱三十一个党员 才来了十二个 这不够五分之四 选取没法记行 怎么办呀 你们把来的这些当你先忍住 其实我去找 怎么忍住啊 说 说 谁的 看见三爷爷了吗 刚刚去那边了 好嘞 看见三爷爷了吗 去庭圣场了 真的吗 对 对 好嘞 人人那的岛ika 说爱 那个岛ika 一帮山河 有 厉害 能 ли 有 一帮山河 有 有 哪 哪 哪 喂 潘总之 差不多 差不多 能凑齐 能凑齐 您和吴出去 放心 好嘞 好嘞 三爷爷 三爷爷 我 我跟您说两句话 行 来来来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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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儿上车 您这儿去哪儿啊 去县政府上访啊 家丑不能外扬 咱们村里边的事 咱们村里解决 有啥话您跟我说 我跟你说 有什么用啊 今天这个会要是开成了 有可能我就是咱们村的村支出 咱们村的事 我都管 我们这断水断电快一个月了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我好歹是个老党员吧 我不出头 谁管本性的死活啊 三爷爷说的没错 咱们村啊 不光班子乱 人心还散 水电费的凑不起 村集体 也没钱垫付 老孙等一下啊 好 喂 哥 哥 听说你要当咱们的村支出了 我这儿有事 赶紧说 不啰嗦 不啰嗦 我正在回一鹤岸的路上 干吗去 还能干吗呀 给你助威呀 好好好 我不说了 见庙再聊 见庙再聊 我这个可呀 是 媳妇 啥指示 天晓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知道不知道 知道 这次你哥哥来当着村支出 马克是带了一个大项目回来的 是是 张总的意思明白吧 一定要给他拿下这个项目 对 到时候你签了一定的债 就给你免了 给咱俩还会有额外的感谢 是啊 对对对 所以 所以 那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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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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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 你别说了 我啊 就信一个理 有困难 找政府 来 老三 快走走 不不不 三爷 您信党姓政府 那今天我就以党员的省委 我向您保证 三天内 咱们村通水通电 行吗 真的 三爷爷 您看着我长大的 我从来不说大话 您还不信我吗 佳玺啊 你我信 可是我信你顶什么用 你是能当水喝 还是能当电用啊 我我走走 你干什么 三爷爷 老四 你们二位都是党员 要想让咱们村三天之内 通水通电 我这个村子书组上任 才能办什么 所以麻烦二位 去开这个党员打会 拜托了 佳玺啊 我去帮我 我要去帮我 我去帮我 去帮我 找钱的 我去帮你 去哪儿 我去帮你 哥呢 来 我去帮你啊 我的流程链子 玺啊 我去帮你了 一路取一次 那你让我去帮我 我去帮你 你帮你 rural 我这种事我先不给你抽了啊 好吧 你等着我吧 我很快就到了 我跟你说啊 你爸现在要回村工作 这可不行啊 咱俩必须站在同一战线 回头爸妈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好吗 你说咱俩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当初我嫁给你那时候我高拍你 你是个小包工头 我就是个摆地坛卖服装的一个小姑娘 但是我这个人不服输不认定 你看我现在一桌品位 完全称得起我现在称号 服装设计师 你再看看你 我还是一个小包工头 你要一手抓你娘一手抓惠惠 这两个人才是你哥哥的软肋 你给我听好了 你这是要是再不成功 我就把你从我的人生当中规划出去 我的娘啊 我说姐你就放心吧 她承诺没问题 应该就没问题吧 您当初拿了我的钱 就要给我盖房了 现在房盖好了 怎么又要拆啊 你现在要么给我房 要么给我钱 给我一个交代 我说这么半天听不见啊 我再说最后一遍 你要么给我房 要么给我钱 你真是个无赖啊 你说什么呢 大棒 佳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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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呢这事不去开会 这不缠着我们 不让我们去吗 小伙子 你让他们开会去 你的事我解决行吗 你是谁啊 我叫梁佳喜 马上要竞选辞职辞书 马上 也就是他们俩跟我开会去 我有可能就上任 你的事我就能管 行吗 你保证 说到做到 行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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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那歌 唱了十八遍了 杀猪一样 我看我们呢 还是逃命去吧 快走 快走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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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唱大歌 真是 是 你看你刚才就来个名字 像你好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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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 这 这文奇我不奇的 你说这 这会儿能开吗 老郑叔 咱再等一会儿啊 人家来了 怎么办 您好 您好 老郑姐 您好 老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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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好走吗 挺好走的 人都到齐了吧 路上不堵车吧 顺利 梁家喜呢 那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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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伍叔姐 他先喝点水呗 对 先打帮你 先打帮你 顺利 领导问你话呢 人到齐了吗 梁家喜呢 伍叔姐 庞总之 家 家喜哥 家喜哥 他 他 他 家喜哥 他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赶快干着咱哥呢 你这 嫂子呢 嫂子 走了 生气了 拦都拦不住啊 行了 他走了就走了吧 反正他也不想让咱哥回村 对对对 快点 走 春丽妹妹 哪招咋样了 有结果了吗 那个 第一个候选人刚讲完 嫂子哥抽签第二 刚进去 还有梁大维和三颖一两位候选人 给我等着呢 我们俩不方便进去 里头全靠你们了 是啊 你别忘了 我们哥可是资助你跟大维上学的 我知道了 姐 我先进去了 立 立挺 对对对 立挺 立挺 这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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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啊 大家听了上一位候选人的演讲 下面呢 请下一位候选人 梁家喜同志进行竞选演讲 尊敬的吴书记 庞组织 尊敬的全村的党员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 咱们一鹤湾的党员梁家喜 在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刚才啊 在路上 碰见了一点突发情况 所以 衣服就变成这个样子 我就别按这个读了 有什么话跟大家直说吧好不好 习子 就直说吧 你说您在城里 你好好公私您不去干 你这回了个群伙伙里 是抢个啥呀你是你 其实我呀 并没想回来参加这次竞选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现在我的爱人啊 我的孩子 都在城里 我们买了房买了车 也就是说现在家 都搬到了城里 在咱们村这首房子呢 我们想以后把它变成农家乐 确实是没想回来 但是郑领导呢 几次找我谈过话 跟我说 人不能忘本 不要忘了是哪儿生的你 哪儿养的你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对 人确实不能忘本 我跟在座的各位一样 咱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云蒙固的人 十年前 是因为党的政策好 把我们从山上搬下来 改名叫颐和湾 那按理说呢 咱们村里边 应该建设得很好 是 现在村里边面貌啊 看上去很漂亮很美 然后农家乐呢也都办起来了 基础建设搞得不错 然后环保啊各方面都搞上去了 可实质情况呢 咱们实话实说 并不是这样 咱们村集体现在欠了一屁股债 包括一组二组的电费 现在都没叫上 你说开个党员会吧 党员也凑不起 咱们村里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年轻人 现在不是去了城里边 就是去了更远的城里边 打工去了 那村里边就剩下老人和孩子 这是什么 这是人心散了 咱们村没有了年轻人 没有了人心 未来是非常可怕的 不是 是 刚才我说呢 我在城里边办了个公司 效益还算说得过去 挣了点钱 这些年我一直在帮助咱们村 也包括咱们村修路 建希望小学 养老扶贫 资助大学生 研究生 这些我都做出了一些微薄的贡献吧 但是 我想来想去啊 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有句老话说得好 救急不救穷啊 所以我想 我既然 是这个党员 是土生土长这个村的人 我就应该回来 竞选这个村之书 以美好生活为目标 我要跟大家 一同去奋斗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我看哪 你说的听着 咱们村这书记 像割酒子一样 这换了一茬又一茬 没有一个定用的 对吧 那我就不信 你梁家喜 有多少能力 是吧 梁家喜也没多大能态 但我知道 土地是咱农民的根 我们就应该在土地上做文章 我考察过了 在咱们村可以建设一个 现代化农业示范园 把我们村的年轻人吸引回来 把我们村的人心 重新拢回来 让咱们村走向 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道路 这个想法呢 我跟县领导 镇领导 都沟通过 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如果这次竞选我成功了 那我会把 咱们水库边那块地 把它流转出来 把它建成一个 现代化的农业示范园 等等 等等在鼓掌 你们都听明白它说什么了吗 就鼓掌了 什么园 啥园 现代农业示范园 这是个什么呀 党中央提倡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 嘉喜哥说的这个 现代农业示范园 是以科技开发示范辐射为主要内容 以促进区域农业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为目标 有利于促进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 是提高咱们农业经济效益 和农民收入的必然选择 是你这个 这这这 这这这这 你咱也听不懂 我说了这个吧 这你咱也听不懂 淳于你听听 你把大家伙都说乐 说的是啥大家听不懂 听不懂呢 就没法投嘉喜哥这一票 对不对啊 大家说 对啊 这又不是我说的 这是十八大的文件上说的 你们看看 嘉喜哥 你就直说吧 如果你当选 我们大家 能得什么好处 对对对对 能得到什么 就像我现在盖的那个农家乐 之前村里说了 盖好了可以卖给城里人 我订金都收了 我辛辛苦苦把农家乐都盖好了 现在村里又不让我卖了 说什么小产权 违反规定 你说这不是坑人吗 这村里边出耳反耳的 你这样不让我们活了 我跟你说啊 你把这事先解完之后 我们就投你票 对 对 没钱 行 没让我们就投你的票 对对对 拿钱拿钱 你们 你们说什么呢 那小产权房 跟安哥有啥关系啊 冬花 哥 现在是党员开会 你们俩出去 就是 我哥可是胡雷锋 你们别瞎起哄啊 天席 出去 二伟 这是颐和湾村党员竞选大会 我看你们还是出去了 好不好 哥 哥 他们 你瞎说啊 就是啊 台湘你们 我跟你们说 谁投我个一票 我欠谁喝酒啊 你们都在找我啊 你们刚刚 平常跟着你们 大家安静点 这是党员大会 大家伙担心的是有道理的 建这么个园子 得花不少钱吗 嘉喜哥 你估算过吗 你的钱够吗 不够咋办呢 大家听我说两句啊 就包括刚才这个 大王二王说这个 小产权的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我当选了 我会积极地跟上级领导沟通 争取 给大家利益最大话 说到这个钱的问题 我个人的钱 实话实说 不够 这算什么事呢 建议这个农业示范员 不单需要我个人掏药包 也需要到社会上去融资 还需要咱们每个村民 以股东的方式入股 你这说呢 你还是让我们自找掏钱呢 我们没钱啊 爱谁掏谁掏我没钱 跟你说 我说了半天 是看上五六八吧 对 大款大款 我看这款也不大款 让我掏钱我可不敢 对对对 掏钱这事不能干 是呀 那个 春丽 阿姨 你们让佳喜哥把话说完 大家呢 能有这个反应 我早就预料到了 我非常理解 我记得我父亲梁卢山 当年曾经跟我说过 只要人齐心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我们还记得 当年咱们云蒙固通水通电的那件事吗 那是我们的父辈 包括今天在座的三叔 那时候也在 他们是用双手 尖挑 背扛 让我们云蒙固 有了电 通了路 跟那个时候比 我们现在有那么困难吗 就算有困难 有那个时候困难吗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细心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好 所以 我这里边提出了一个口号 大家看 让家乡成为有梦想的地方 不错 这个想玩好 也就是说 让我们银河湾 成为有梦想的地方 你别说可以 接下来啊 大家听我说说 这个农业示范园的盈利模式 听我说完以后呢 大家再提意见 好不好 这个盈利模式啊 一共分三种 第一种 通过创新组织形式 规范 运行机制 强化利益链接 破解农业谁来 雅 雅 你 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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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喜啊 既然已经回来了 我也不劝你了 我想问你 这些年你给村里捐了多少钱 你心里有数吗 公司的账 大块我应该值得的 咱们家里边有你 我就没记 那我跟你说说 说说 修路 五十万 建静老院 三十五万 建学校 四十万 农家乐 五十三万 资助贫困生 二十一点五万 合计 一百九十九点五万 明白 知道了 家喜 你为一鹤湾做这些事 赚这些钱 我都理解 所以 我从来没怨过 但现在你把公司给卖了 咱们家的经济来源怎么办 慧慧马上失识了 要上高中了 以后还要上大学 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还有咱妈 她给你赌气 一个人住在山上 不愿意下来 那以后 年龄越来越大了 身体越来越不好 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 需要花钱 咋办 我是你媳妇 你咋想 别哭别哭 你说得都对 请问是梁家喜书记吗 我也就是 我是法院的小员 是来给您送应诉通知书的 应诉 对 是这样的 梁书记 你们村有一部分人 与城里人签订了 小产权房买卖的合同 还收了人家的订金 这不符合国家的规定 现在这批人 把你们告上了法庭 一共是二十三起 希望你们村按时出庭 六婶 是我家喜 那个我昨天到您家去了 您没在家 我把那两桶油放院里了 您看到了是吧 对 一桶给您的 一桶是给我娘的 您千万盯着她点 让她按时吃 好嘞 那您快忙 爸 再见啊 哎呦 宝贝 想不想我啊 想 高了好像 看 爸给你买的 谢谢爸爸 不客气 卉卉 今天你陪爸爸去法院 妈妈也上班去了 嗯 这个妈妈先给你放在车上 好不好 听话哦 爸 再见 嗯 好 文婷 文婷 嗯 那个 我兜里没钱了 你能给我拿点吗 密码知道吧 我还真不知道 你的生日 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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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走吧 嗯 咱就不行吧 没多眼 锻炼身体好 好吧 走吧 请G732顾客到三号窗口 先生您好 你好 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呢 我要交水电费 您是个人还是集体 个人给集体交 个人给集体交啊 个人交集体交 您先取个票 然后到二号窗口去办理 就可以了 好好好 谢谢啊 好 客气 哎 卉卉 听得见吗 妈 我听得清楚 我爸进行取钱去了 卉卉 你跟你爸说 妈妈说的话有道理 光靠一腔热血报销家 像是不够的 还需要科学的规划 和实际操作的能力 拜拜 嗯 我觉得 妈妈说的话也有道理 您光凭一腔热血 爆销箱里是不够的 还要靠 科学的规划 和实际操作的能力 比如说 建这个农业师范员 需要不少钱吧 这些钱从哪来 光靠卖公司的钱 那是不够的 比如说 那个 农业师范员需要不少钱吧 嗯 您从哪里弄了这些钱 你卖公司的钱也不够啊 你记不记得给你买儿童车那个高叔叔 啊 他就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 他自己的公司都上市了 他答应爸爸给咱们投资 今天可能就给我信了 你问他签合同了吗 那个 你们签合同了吗 爸爸跟他感情就是合同 签什么合同 你告诉他 现代社会 签合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爸爸 在现代社会 合同非 你看 你高叔来电话了吧 哎 高俊 你说 我方便 啊 什么不可抗拒因素 喂 我没听明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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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卉卉 啊 什么 你爸怎么了 妈妈 爸爸投资好像出事了 哎 爸爸 喂 那个老战友的投资 没了是吗 今天的官司 你一定会输 对吗 对 要欠那么多钱 怎么办 大伙一块干 能努力 快了一年 晚了两年 一定能翻手 可那些欠债 跟您没有任何关系 你完全可以 白总 这事是咱们老家的事 咱们老家的人 咱们都把它看成亲人 亲人就是一家人 那一家人的事 那一家人的事 你真的是 那一家人的事 你总是感觉到 那一家人天 都会被人想到 你不是要做的 你只是说 那一家人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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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卉卉 沈子请你吃大餐 别客气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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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希 这段时间累坏了吧 今天晚上回家洗个热水澡 然后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明天我歇班 还真不行 明天早上七点 我得去小商品市场找一个姓陈的老总 好好跟他聊聊 我觉得他呀 是这个几边最有可能合作的 七点那么早啊 不能晚一点吗 你要是晚点的话我就得回村住 村里边一大堆事 那我给你订六点闹钟起床呗 嗯 不 你还是订五点半吧 因为这个我也不太了解他 走路走路看看怎么跟他说好 你真怕自己当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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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不是 你真怕自己当铁人了 好 好 你真怕 我这边定下来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的 好的 您留步 希望我们的合资愉快 好的 再见 陈总 您还认识我吗 梁家喜 您记忆力太好了 我没预约就来 是不是有点冒昧了 我先接个电话 媳妇 我在外边办事呢 怎么了 银行卡被盗刷了 多少钱啊 十万呢 那十万是我刷的 我是替咱们村交的水电费和质纳金 不 只是电付一定会还回来的 我这边有事先不跟你说了 再见 是这么个情况 我现在在颐和湾当村支书 有些事呢想跟您探讨一下 能不能到您办公室坐一会儿 现在 好吧 请 您先请您请 来 这边请 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张总 老板 人到了 不好意思 来晚了 张总 我来 你坐 谢谢 姐 好啥 百分比可以让不到百分之四十九 呦 张总 那太好了 真是太感谢您了 谢谢张总 谢谢张总 卡拿到了吗 拿到了 拿到了 张总 您看 我什么都没干 您这给我五十万 我这 我这太不好意思了 这卡不是给你的 是给你哥的 是给你哥的 张总 您不了解我大哥那人 他呀 熟 最起码 可以给你嫂子 嫂子 灯花 找你半天没找着 你去哪儿了 我给咱弄点果盘 这边吃水果边泡 那多舒服呀 什么了你 嫂子今天被你带这儿来呀 可算是享福了 这算享什么福啊 后面还有更大的福呢 什么福啊 小涛的工作又着落了 事业单位张总给办的 真的 那我糊弄你干什么呀 张总什么人物啊 通天 要是真能办成了 那这个张总 可算是帮我们家一个大忙了 那当然了 起条件了吧 起什么条件 不过我倒是觉得 咱可以把我哥哥那个项目给他 这可不好办 为什么 你哥那个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哥哥怎么了 不就是提了一个百分比吗 那张总同意了 百分之四十九 百分比也同意了 那我就不明白了 百分之四十九他都同意了 他为什么还要给小涛安排工作呀 大气 大气 张总这人大气爱交朋友 还有这个呢 什么呀 张总让这个温泉区的人 专门给你办了一张打折卡 这 打折卡 这不是银行卡吗 你闲思那些干吗 一个效果不就行了吗 东华 东华 张总的意思 我明白了 但这个事 我真做不了主 谁用你做主了 你给我哥哥吹一吹枕边风 不就是女人那点事吗 行了 我再去泡泡别的池子 你 你 看啊 就从这个方向 然后把这边整个的所有的温泉都接进来 反正就是 这里的风景非常优美啊 而且现在农业也损着非常好风景的设计啊 施工啊 总之 我想见这儿投资 太多了 来 张总 亲密点 来 来 这儿照着 这样 这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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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到家了 来 来 好舒服 来 近一点 来 张总 好啊 张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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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后面好 好 来 客气 客气 这样啊 咱们今天这个会啊 把大家请来 就是把我们调查的情况 挥送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春丽 你先说吧 这个是张总公司获得的荣誉 这是张总个人获得的荣誉 这么多啊 挺好 挺好 还真不是 挺好 你这资料是哪儿来的 网上搜的 好 大卫 你那边什么情况 我这两天还真跑了不少地方 我就是去落实张总他们公司的底线了 现在落实的是 他们公司独资建造的工程只有一个 那就是呼加河大桥 一个豆腐渣工程 建成两年 桥体出现裂缝 第四年 桥体垮塌 你听谁说的 干吗 不是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私自跑出团打听 丽丽 这话我不赞成 这该打听你还就得打听 就是 你不认为咱老辈那时候去心 是吧 就怕打听 这女方一打听 是咱是这么云蒙固的 这转身就走 是不是 三叔 对 对 对 老郑说 现在是网络时代了 什么事不知道上网一搜就行了 而且一个建筑的屋点 它不能说明全面的问题 网络更多呈现出来的是大数据的指向 我们应该相信大数据 难道网络信息就不做假了吗 梁大为 行了 你们别吵了 我们应该相信梁书记的感觉 这村里这么大个事 可不能教那些不靠谱的一种办法 那是 那是 梁书记 您说的 我们尊重各方面的调查 各种形式 我觉得现在这样 咱们应该啊 召开一个全景村民代表大会 把我们知道的情况 向大家通报一下 对的 对的 看看大家的意见 是 是的 是的 主要啊 是的 张总 村民代表大会马上要召开了 由村民决定来用谁 我是怕万一 张总 您的注意真的是高了 好 您这样 您等我消息 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的 天喜过来了 赛哥 出去了 天喜 干什么去啊 有个事 老大 干啥呢 把点花生 喝点小酒 我郁闷呐 郁闷啥呀 不就是因为小闪群房那点事吗 看你这点出息 你也有出息 你帮帮我呀 我这不来帮你的吗 咋帮啊 张总啊 要投资咱们这个 这个项 但是呢 另外一家公司要跟他们竞争 张总开出的条件相当有厚 说了 谁投到一票 给这个数 真的 那还有假呀 还有呢 张总说了 只要拉了一票 就算在谁头上 没人提成 对 这张总这么够意思啊 那是 那是我大哥 怎么样 干不干 走走走 去屋里说 张礼 张礼 我 晨晨光 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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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晨光 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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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说 找sten 再老板 pourtant 刚才比呢 长小弟 对 Companies 可是彼 Garden 也是 一票给五百 拉一个人给三百 哥 你找我呀 找了 那你先去吧 二毛 我先走了啊 哥 啥事啊 你呀 长本事了 哥 你说啥呢 我长啥本事了 那你没长本事 那张总怎么对你那么好 那什么目的啊 哥 人家张总是一片好心 支持你搞新农村建设 我也全都是为了你 你说你大好心 倒是驴肝肺呢 不对 哥 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 告我的黑状啊 你有啥黑状 只得别人告呢 是啊 我哪有什么黑 大王 这家伙最上没个把门的 哥 我这就收拾他去了 回来 是 坐下 天心啊 我现在不管这个张总是什么目的 他只要是弄歪的鞋的 在我这肯定是行不通 这点我要先告诉你 哥 哪有什么歪的鞋的呀 那人家张总 是村民代表大会 差不多全票通过的呀 这 你那个全票通过有水分吧 这哪有什么水分啊 这全都是老百姓 心甘情愿 这白纸黑字写的呀 哥 我是你亲弟弟 咱们是一个娘生的 我就想干点事 你说这件事 对乡亲们好 对咱们自己也好 你这是何苦呢 天喜 咱爸走着走 掌兄如父 这个礼我要做到 你不对我就得说你吧 是不是 你又没这种本事 那个张总干嘛要对你好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也不可能掉馅兵 你琢磨琢磨 好吗 张总呢 张总 坏了 我哥呀 现在重新投票 我劝了半天 你就劝不通他 你这 这怎么办 大雯 你看见梁叔叔了吗 他电话一直打不通 手机没电了 我这不回来给他充电了 在哪儿呢 他和省里的几个专家 在哪儿呢 在水库圈上 水库是吧 我知道了 来 成立 成立 汪魏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就请几位专家 来定课了 你们看应该是 让我们研究一下 对 数据 对 先把数据谈回来 梁叔叔 梁叔叔 不说我去看一眼 好 怎么了 有人举报 说嗓子拿着张总的好处了 我媳妇 对 我妈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拉扯大 吃了不少苦 现在身体不好了 她最大的愿望 就是盼着我弟弟 找个稳定的好工作 然后娶个媳妇 过上平淡幸福的日子 或者说他似习过 天的行業 就是这样的 快点 点赞 保护了 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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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这些事哪天再说 我主动去趟机委 会报一下情况 张总那张卡 必须还回去 马上还 我那边一大堆事呢 你一会儿从这儿自己回去吧 我走了 梁家喜 说怎么了 咱们离婚吧 说啥呢 我说 咱们离婚吧 咱们离婚吧 你可以不替我考虑 不替你自己考虑 但是你不能不替卉卉考虑 你有你的梦想 卉卉也有卉卉的梦想 我是卉卉的妈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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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你的心思 我知道你研究生毕业回到这里 就是想为家乡做贡献 因此他还离开了你 我知道你总是感觉有劲使不上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好不容易派来了梁书记 却还是有坏人捣乱 但是请一定相信梁书记 相信我 我们 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 可是我等不了了 我妈病了 不能帮我带孩子了 他们家来人要把孩子要回去 已经告了法院 传调都下来了 还有你 你不要天天一副暖男的样子 却什么实事都做不了 我等不了了 我要回城 春丽 你别走 春丽 你别走 春丽 你别走 春丽 春丽 你听我说 春丽 我们一起照顾孩子 梁书记都说了 我们要建幼儿园 建小学 建中学 我们就这样 在这里一辈子 不好吗 春丽 我 我爱你 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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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书记啊 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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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冲 春丽 花军 花aient 花烛 花 花 花 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啥 你都听不进去 但是我们有约定 我们有梦想的约定 咱们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建一个 现代的农业示范园 而此时此刻是最关键的时刻你要走 你要放弃你的梦想吗 春丽 我知道 你是想你妈那边 我给我医学院的朋友打过电话 她说可以帮助你联系最好的医疗 给你妈妈治疗 而孩子我们家你嫂子她在城里边 工作也不忙 我们家惠惠也大了 她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帮你照顾孩子 这些问题我们都能解决呀 你为什么要放弃你的梦想 我去国外 看到人国外的农业示范园 他们用互联网管理大棚里边的蔬菜 监测他们的湿度 温度 还有二氧化碳的浓度 然后用互联网去控制他们的浇水施肥 给他们降温 这一切拿到我们国内也是可以实现的呀 对不对 如果拿到咱们国家 哪怕建成一个让大家慢慢去学习 那这么时间长以后就是用较少的劳动力 提升了很大的农业生产效率 是不是 甚至我自己都想我们可以超越他们 他们是立体的种植 而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大风车似的 让每一个植物都均匀地照到水和阳光 但是 这只是我的梦想 这种实验我在大学的时候做过 成功了吗 可以操作 只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大面积地尝试过 你看 你走了我怎么实现呢 你学的是这个专业 你走了我这梦想没了 你的梦想也没了 顺利 凡是这些道理我都跟你说了 那么老远我也在追你来了 路就在脚下 王左还是盟右 你自己选择 我还是希望你不要放弃梦想 因为人生有了梦想 才有价值 才有意义 你好好考虑考虑 祝福这些道理我还是不来的 我还是不来的 我还是不来的 不来的 我要下去 我还是不来的 这些道理我 谦 bör 梁书记 三十一个党员来了二十五个 要不让大伯别找了 您说呢 要不然咱们先走吧 再等等 她们到了梁书记 来了梁书记梁书记她们来了 都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来来来 大家快上车 快快快快 这就齐了吧 二姐 慢点啊 这样 走吧 各位党员同志大家好 好 咱们今天这个会啊 在云莫顾开 路上呢 有点车程 大家先休息一下 好吧 好 好 好好好 开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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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同志们 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来 大家心里面应该很清楚 是因为党的政策好 十年前 把我们村搬下山 改名叫 一河湾 而我们的故乡 就在这儿 云蒙固 云蒙固 当年日子很苦 没有水没有电 没有路 村里边的男人 大多是光棍 我清晰地记得 当年三爷爷 最小的孩子得了兰尾炎 是有两位村民 把他送上医院 就在路上 掉到了山剑岭 我们就这样失去了 三位宝贵的生命 为了兰尾炎 我是不是 小心 乡亲们 人穷啊 就会被人瞧不起 那怎么办哪 就得改变 改变就得靠我们自己呀 我跟家许的爷爷 商量好了 为了修路 他把自己攒了一辈子的钱 连棺材本都没留 都拿出来了 大家看 都捐了 大家自愿捐吧 好 我们支持你 卢山 三婶 你怎么来了 卢山 当年啊 我们六个姐妹 跳到冬天的云河里 给咱的队伍 搭了一座人桥 是 我家里没有钱 我就替他们 把家里的几个鸡蛋捐了吧 你别闲手啊 你别闲手啊 不扫 不扫 卢山 我知道 你这当干部的不容易 只要大坏心情 没有办不成的事 你也放心 我们都支持你 三婶 十个鸡蛋 来吧 大家 是 四婶 你来 牛家伙 四婶 四婶 四婶啊 好 我来你生的那个 来来 我 牛家伙 酒恨 喝花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好 你的叔叔 挺快一狂 都记住了啊 好好 帮个人帮个人吃的没有钱 我把这个铁卷给你了 好小二 咱们吃了 咱们吃了 好 好好 还能看 好 好嘞 不关心 好嘞 好嘞 应该是很有吉时的故事 好 好 化日 好 好 好 睡觉吧 好 我把胃里的一次节转 好 这是个新意 对 好 好 好 快走 快走 再也不能把这黑乎乎的贫穷传下去了 活赏命也要改变你 开工以后 最险最难的活 总是党员干到头里 十几米长的水泥线杆 两千多斤 往山上抬地根 简直跟上战场一样 一会打起来 塞完一瓶了 那时候看的时候 你下了天 这个是三个骨 一天的水泥线杆 然后往前 你落地 十六个铃铛 对他们 瞧这些 你多多少钱 四十四十 都对的 两面不是说 你一样热情 一看 十五米 十五米 他不会走 两面说 你个儿子 这么胖 你个儿子 你个儿子 他走了 他不是干 你唯唯 这光的王手 家电来 修路更难 有的地方 要吸六米高的山崖 有的地方 要住七米高的石坝 要完成这一切 只有最原始的工具 和流不尽的汗水 西间全村累计集资二十三万元 平均每人每年 初一武功三百一十天 各项工程 用掉了两万多斤炸药 压断了上千条扁带 磨脱了上万根钢线 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 终于用自己的双手 改变了二百多年 山顶动人的命运 是 咱们大家直接上车吧 三爷 咱们上车回吧 好 梁水姐 走啊 你们先生 我马上过来啊 梁 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呢 闲着也是闲着 在这儿当志愿者呢 挺光荣的 我来 我来 我自己来 我我 咱俩能在外边说点话吗 坐这儿吧 梁浩 我让六婶 给您带的保健品和药 您都吃了吗 有件事我跟您说一下 城里边的公司我不开了 城里边的公司我不开了 现在回到村里 当村支书 见主任 我想带大伙 大干一番 把大伙领到 现代农业的道路上去 这事没跟您商量 您别生气啊 知道了 你说咱家现在 在在城里也有房 在颐和湾也有房 在颐和湾也有房 您就搬下山吧 替我们考虑考虑 颐和湾我一个人住 您搬下去以后 愿意跟我住也行 跟卉卉他们住也行 这话都说了多少回了 这山上我都住惯了 挺好的 可您没考虑 万一真是有个疾病啊 有个什么 那怎么办呢 谁知道 你呢就忙你的大事去 我倒了不还死在这山上吗 挺好的嘛 娘 你说啥呢 那些人都等着你呢 忙你的去吧 我现在都想吃您给我烙的煎饼了 忙着吧 您还省我气呢吧 给您买那保健品和药 您一定要吃啊 别舍不得 梁书记回来了 好消息 小熊们 小熊们好消息 好消息呀小熊们 小熊们 丈夫 要给我们团张子基翻签了 我们要下滩 幸福好运势 好运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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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出去 怎么了 梁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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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啊 我这辈子 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你娘 我带着乡亲们 拼死拼活 要修一条下山的路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想让你娘 不在后悔嫁给我 见到这云梦固 记住啊 不管你娘以后怎么对你 都不许对你娘不好 江蕾 江蕾 你一定想办法 把你娘接下山 让她过上好日子 让她过上好日子 过 过 杨书记 杨书记 你醒醒啊 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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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贱起 行吧 好了 好了 怎么了 贱起说他开车过来接我去见张总 我觉得真没必要去了 就是 去吧 去看看 来来来 跟我跑起来 来 忙 不是 天喜 一会儿见到张总 你少说话 听见没有 好 通过几次接触 我算是看出来了 跟您梁书记打交道 要想把事办成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以成相待 简单说吧 我现在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 我必须得到您的这个项目 必须尽快地把资金投进去 您弟弟天喜的债务一笔勾销 东华和天喜也将获得一笔不小的打赏 您妻子的弟弟小涛的工作 可以安排到事业单位 您最疼爱的惠惠 可以获得澳大利亚名校全额奖学金出国留学 您更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爆炸 因为您的这个项目是政府认可的 它代表了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只有钻到您这把红伞下 我 我的资金 我的集团 才有可能渡过这个难关 梁书记您是聪明人 您应该明白 如果您不给我这个项目的话 我可能 可以做出多么出格的事情 张总在这些问题上 考虑得很周到啊 没办法 必须周到 我觉得 还可以更周到 张总啊 你好好看看咱们这座城市 这以前是以贫穷著称的地方 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我们的国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刚才我说 你考虑得还不够周到 是因为你没考虑到当前的形势 反腐 打黑 前所未有的利路 而你想的那些周到 你觉得能逃过这一劫吗 不瞒梁书记 我找高人给我算过嘛 我的这个危局 只有您能帮我发解 办事靠算命 那你一定不是共产党人 我这人 除了钱对什么都不敢进去 张总啊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你看那儿 我送你四个字 回头是岸 言许 你跟我过来 这就是你给村里边介绍的投资吗 哥 这些情况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天喜啊 你走的歪路太多了 你该回到正道上来了 喂 我和天喜在外边办事呢 怎么了 什么 能不能这么说 好好休息 走 走 lev 张总 怎么回事 娘在山路上 摔进沟里了 娘呢 在我狐里呢 一会儿 娘刚睡着 医生说了娘需要休息 大夫怎么说 幸亏够不深 大夫也看过了 娘现在没有明显外伤 但是有轻微脑震荡 还有脑部有浴血 可能 可能出现暂时性失忆 不是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呢 大夫说的决定 都怪你 你为什么不早点把娘接下山啊 这样 你啊 在这儿盯着 娘要醒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嫂说两句话 跟家叔在一块儿啊 来 我跟你说 会会 听话 去哪儿啊 你上次跟我说离婚 回去以后我也认真想过 这事确实怪我 对你对这个家 都是亏欠太多了 这些年 娘不下山也是有原因的 当年我们家呀 在云蒙古 那是一个特别穷的地方 我娘 我娘是我爹用好多好多彩礼 给换回来 后来我娘实在受不了那儿的苦 就一次次地往外逃 而一次次就被拦回来 有一天我爹喝多了 回家倒头就睡 那时候我十三岁 我记得那天 是个晚上 娘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娘带你下山去过好日子 那我爹呢 不能让你爹知道 快走啊 我不走 爹 爹 我娘要下山 爹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就这样 娘被爹和乡亲们追上了 娘抱着一棵小树 死也不撒开 而我也帮着去拽她的手 然后 然后我就看到了娘的眼睛 我永远忘不了 娘盯着我的那双眼睛 里边满是怨恨 娘知道 是我出卖了她 从那以后 娘一直对我都很冷淡 她心死了 到那儿去 她再就没下过山 就是说如果明年洪水要挡上来 这边一定要做好洪火车 是吧 你看这枪营的 你看看这边 你看 就这个 从这条线 这要出去 整个这一面 我们最后改造 好 这边正在进行土地平整的呢 我们打算建一座荷花池 这个荷花池建成以后啊 不仅能够起到 净化水质的作用 而且呢 还能够给当地的农民来创收 这边是吧 这条这个 全好就从那条就过来 送那条就没来创收了吧 人人哪个都说哎 一蒙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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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偶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啊 看见梁佳琪了吧 没有 好 好 好 娘 您还没下山呢 您看 今天好多人 娘 您可以跟我爹生气 也可以跟我生气 但您不能跟您的梦想置气啊 您的梦想不就是过好日子吗 你看 山下就 都不停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下瞻 我下瞻 随我 过去啊 我们云盟共人为了人民军队 推起小车 打起龙枪 为改变家乡 撸起袖子拿起铁销 而今我们颐和完人 慷慨解囊 入股农业园 这种精神 就是传承几代人的 遗蒙精神 让我们弘扬遗蒙精神 为实现乡村振兴 让家乡成为 有梦想的地方 而奋斗 对待那个大水 一满山行啊 一满那个山上的梦风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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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